大雷雨襲擊來得又快又急 彰化園林的民眾 措手不及 因為水位一下子就往上升 馬上就淹到了腳踝 而機車騎士騎過 馬上就漸起了水花 甚至水淹超過半個花盆這麼高 包括進修路上也淹大水 有民眾PO出畫面 提醒民眾天宇陸滑 要大家千萬小心 在彰化的府心鄉 水淹到一半的輪胎高 有車行業者說 昨天颱風假沒有下雨 還出太陽 結果今天颱風走了 反而淹水騎士的機車都壞了 外圍環流以及午後 對流旺盛 雨但是持續的轟炸 氣象局今天下午的3點10分 就針對了台中市昭化縣 南投縣三個縣市 來發布大雷雨的訊息 而且將持續一個小時 氣象局也提醒 要慎防劇烈的降雨 雷擊以及吸水暴漲 低洼地區也要嚴防淹水 還有低能見度 不只在彰化台中的雨勢也不小 像華美西街的水流 就十分的湍急